假如是有上百家的民間廠商 假如要進駐的話 這個部分 中科院有管理的能力嗎 我老實講其實我們自己對這一點也很懷疑 你們很懷疑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 你這樣講我們就擔心了 你會看到你右邊顧部長的臉都歪了 其實今天在質詢前我想 也先跟兩位招偉質疑 因為我們連續兩週 那很快速的安排委員會到無人機的考察 跟質詢 這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 那也請部長跟院長 其實 我其實在看了讀你們提供的報告裡面 其實當然大家都這樣 現在都很清楚知道無人機的重要性 那尤其是在烏爾戰爭裡面 其實烏克蘭其實確實是利用無人機去做到 這個不對稱戰力的補救 才有辦法能夠走到現在的以小博大的狀況 那當然今年8月行政院其實核定了這個無人機的財源園區的預算 由中科院來負責園區的規劃跟設置 那看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所謂軍民協力 這當然我們都認為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尤其是 中國的這個大江無人機 其實它當然早就有這個解放軍的科技的福祉 再加上中國的這個製造的實力 所以現在能夠走到現在大概八九成的市占率 不過有幾個點還是想要來跟國防部這邊來做請教 因為無人機這一塊當然是國際競爭非常激烈的場域 那目前當然我們開始規劃 可是也希望這個從國會的角度也希望有些問題可以提前先想得到 我想先問部長 這個行政院去 在今年的8月折成中科院去設置與運為無人機產業園區的時候 目前有沒有提到園區管理單位打算怎麼做 這個部分是中科院的 那的確當時在8月23號行政院決議由我們來規劃設計的時候 同時也說未來營運由中科院 但是獨立成立另外一個園區的管理機構 那園區管理機構你們現在打算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在你們的書面的資料裡面 目前只有看到所謂PCM的工程管理的規劃 那去做這些建設性的規劃 就是營造工程方面的管理 但是對於園區的管理這個事情 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在這裡面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或者說所謂的另一個單位是什麼 民間單位嗎 BOT嗎 他是要由中科院成立一個管理單位 但是又獨立於中科院之外 是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中科院裡面 當然自己設了很多生產線 但是我自己也好奇 中科院自己有跟民間廠商 尤其對於民間的廠商 進行管理的經驗嗎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考察的時候 我們去看了有一個這個軍民通用中心 就院長我現在想問像中科院的軍民通用中心 現在面積是多少 然後有多少院員 那也包括這個有多少進駐的廠商 園區的面積大概17公頃 對 中科院的院員只有80人 進駐的廠商總共19家 對 那現在這裡面當然我們看到這個中心裡面 有所謂的廠商的生產線 可是我們當然有點擔心說 到底中科院有沒有管理產業園區的經驗 尤其是未來假如是有上百家的民間廠商 假如要進駐的話 這個部分 中科院有管理的能力嗎 我老實講 其實我們自己對這一點也很懷疑 你們很懷疑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 你這樣講我們就擔心了 因為它是在118年開始營運 但是我們現在期待整個壓縮 117年開始營運 對 所以說這個問題我們也希望等進駐的廠商 在我們明年PCM去訪商確定之後 有哪些進駐的廠商 院長你剛才在講 你有沒有看到你右邊顧部長的臉都歪了 因為中科院真的從來沒有管理一個園區的經驗 是 我們說實話 我們還在 但是現在你們已經被要求要承擔這個角色了 我講實話就是我們在努力 你們在努力 那個院長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重責大任 你剛才講到說你們這裡面的人員只有80位 就是說如果我給你們幾個參考的經驗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軍民通用中心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產業育成中心 其實裡面沒有生產線沒有廠房 跟我們現在預想的所謂無人機產業園區 其實明顯是不太一樣的狀態 這你們應該心裡很清楚 那無人機本身其實它是一個高科技產品 坦白說我覺得台灣並不是沒有管理高科技產業園區的經驗 當然不是沒有 我們過去國科會 包括這個園區管理局等等 我們都有這些相關的經驗 可是確實今天大家是希望由中科院來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原本設想這是一個所謂跟軍民協力對不對 我們很難把這個單位去外包去BOT出去給另外的人來管 這裡面涉及到也許很多軍事上面的機密 所以我自己還是認為 要交由國防部或者是中科院來管 我覺得這是正確的 裡面有很多機敏的資訊 你沒有辦法全面交給一個民間廠商來管 我覺得這方向是正確 但現在重點是 到底怎麼樣能夠快速的讓中科院管理產業園區的經驗 真的能夠長出來 我想先看一下下面一張 我如果我們看一下科學園區管理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園區管理局他目前的員工是472位 那進駐的廠商 我說三個園區加錢 進駐的廠商一千多家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話 每人大概管理是10.8公頃 包括每人其實協助 如果以管理人數來除的話 每人協助2.4家廠商 坦白說你需要人 你需要管理的經驗 你需要錢 那尤其 包括我也要問部長 因為 部長你的屬下剛剛講了實話 說他也很懷疑自己有沒有管理的經驗 部長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對這個看法怎樣 我認為 就是要找有園區管理經驗的人 然後 跟他們 進行交流之外 然後讓這些有經驗的人 能夠被中科院所招募進來 然後進行這個園區的管理 我們還有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其實時間並沒有很多 部長你應該心裡很清楚 因為我們把很多的時稱也提前了 所以我會 我會督促中科院來 盡快的來進行就是說 就如同委員說起來 我們並不是沒有 在台灣並不是沒有這些管理 這個園區經驗的人 那我們針對這些有管理園區經驗的人 我們要進行經驗的交流 我們也要招募這樣的人才 是 來負責這樣子的一個園區的管理 部長你其實我覺得你講了很多的重點 但我這邊還是想要說 其實我們過去大概 我們也去請教了像園區管理局 就是 這個 國科會下的園區管理局 他們其實也在講說 其實就一個科學園區裡面 當然前面有好幾個重要的管理的議題 比方說 第一個環境跟公安 這裡面我們其實 這幾年其實 台灣的科學園區發展的是還不錯的 但是過去我們也犯過錯 但是現在做得還不錯 那包括燒傷跟審查 尤其是審查端 我認為在 無人機的產業園區裡面 大概這部分更重要 因為會有很多機敏的部分 其實你需要去做檢核 再來一個是關於園區的安全管制 這些大概都是一個科學園區 或者是高科技的園區要進行管理的時候 其實這些重要的課題 但我們坦白說 在今天質詢前 也詢問了中科學園 確實你們中科學 跟我們反映的事情是 你們對這些事情都相當的陌生 你們可能知道自己怎麼拉 你們自己的生產線 但對於 我可能要去面對 數百個相關的廠商這件事情 你們 我自己感覺 你們也相當的陌生 或者是戒慎恐懼 好聽一點的話是戒慎恐懼 所以我這邊還是希望我們透過這個質詢 也希望顧部長能夠來督促 第一個 中科院應該從現在開始 就來找國科會 包括他們的這個科學園區管理局 到底在前面建置的階段 現在要做哪些的準備 哪裡有相關的人才 哪些議題 哪些事情 包括在前端 尤其是廠商進駐前 廠商規劃 他到底要怎麼 要怎麼進駐 他也需要時間 他也要知道 你的要求是什麼 而不是趴一聲 只是直接進來而已 我覺得這些事情恐怕 我自己是期待國防部 趕快督促院長 中科院 我們趕快把這些事情給工作 這真的不是只有PCM工程 管理的部分 現在我們只寫了PCM工程管理 我覺得是有點太輕忽也太小看 接下來這整個 大家非常非常看重的 無人機的管理園區 這部分希望 部長我們應該是可以強化 來督導 應該沒問題吧 是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想我們就立即請 中科院來跟這個 管理科學園區的這個單位 甚至也包括 可能包括像經濟部 經濟部跟這個國科會 趕快來請教 那我自己是希望說 能不能夠在三個月內 有一些初步請教 至少你們對這事情相對重要的掌握 可以給我們一份初步的報告 我知道三個月可能沒有辦法 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但是至少有一個初步 你們的進度如何 目前的理解如何 你們做了什麼準備 三個月的時間給我們一份報告 部長應該沒有問題吧 可以 好 謝謝